大家好,我是当当 这一集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款小鞋子的勾法 这款小鞋子呢,它呢,是由这个绒绒线来织成的 非常适合宝宝冬天来穿 这种鞋子呢,它的主体部分呢,是这样的 我们呢,可以在这个鞋子的基础之上呢 加上一些配饰 我们要用到的工具呢,是这种粗一点的磅针 在看这一集之前呢,我建议大家先看一下磅针的基础教程 因为这一集呢,我们要用这个绒绒线 纹理呢,不是特别清楚 首先呢,我来教一下大家磅针这个拿线的方法 磅针呢,我们是用右手拿线 把这个绒绒线 首先呢,在自己右手的小拇指上这样绕一圈 小拇指上绕一圈 然后,无名指和中指呢,加住 在食指上呢,再缠一下 就是这样来拿线 在视频中呢,我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呢 我呢,就直接呢,这样拿线呢,来绕线了 那大家呢,可以用刚才我演示的方法 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要起针 大家拿出这个线 首先呢,打一个活结 把这个线呢,这样绕一下 留一小段线头 打一个活结 打完这个活结之后呢 把磅针插进去 这样反一下 大家注意 这个结呢 我们不要打得太紧 一定要保证 它能够在这个磅针上面自由活动 因为我们在织的时候呢 是要这样穿过 这个小线圈呢 这样穿过去的 所以千万呢,不能把它打得太紧 现在呢,我们来起针 把自己右手 右手上的这个磅针呢 从这个线圈里面 这样穿进去 大家注意 我们是穿到这个线圈里面 这样 从下往上 这样 穿进去 穿进去之后呢 把这个线 右手 拿起这个线 然后从下往上 这样 绕一下 绕过之后呢 右手的把这个磅针 把刚才绕的这根线呢 挑出来 拉大 然后套在左手 磅针上面 这样 我们就 起了一针 加上 刚才 我们 就是打的这个活节 这呢 也算一针 那现在呢 就有两针了 我们 再起一针 在这里 看不清楚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一下 磅针的基础 教程 右手的这个磅针 从这个线圈里面 这样 插进去 然后呢 这根线 从下 往上 绕一下 绕了之后呢 磅针 把刚才 这个线圈呢 抽出来 拉大 挂在 左手 磅针上面 稍微抽一下 不要拉得太紧 这样 三针了 我们呢 一共是 一共是 六针 还是 从这个线圈里面 插入进去 绕一下线 右手的磅针 把这个线呢 拉出来 线圈 挂在 左手 磅针上面 再稍微 再稍微 抽一下 四针了 继续 这样 插入进去 这个线呢 绕一下 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呢 把这个线圈 拉大 挂在 左手的磅针上面 那现在呢 我们是 起了 一 二 三 四 五 五针了 好 再起一针 从这个线圈里面 磅针 插进去 然后呢 绕一下线 右手磅针 把这个线圈呢 拉出来 再挂在 左手 磅针上面 这样 我们就 起了六针 关于这个 绒绒线呢 在织的时候呢 我建议新手姐妹 一定要慢一点 因为这个 一旦我们织错了 想要再拆开的话 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线圈 我们慢慢来织 这样呢 我们起好针了 起好针之后呢 第一行 我们要织 一行 正针 正针呢 就是通常所说的 下针 现在大家来看 正针的织法 右手的这个磅针 从这个线圈里面 插入进去 然后呢 把这个线圈 把右手上的 这根线呢 还是按照 刚才起针的方法 这样绕 绕了之后呢 把 右手的这个磅针呢 把刚才绕的 这个线圈呢 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 左手磅针上的 这个线圈 退掉 这样呢 我们就制了一针的 正针了 继续 从 线圈里面 插入进去 然后呢 绕一下线 把这个线 挑出来 再把 左手磅针上的 这个线圈 退掉 两针了 再制一针 磅针 从这个线圈里面 插入进去 左手 这样 绕一下线 磅针 把这个线 把这个线 挑出来 左手磅针 左手磅针上的 线圈 退掉 再制一针 插入进去 绕一下线 磅针 把这个线 挑出来 左手磅针 左手磅针上的 线 退掉 继续 插入进去 绕一下线 绕一下线 左手磅针 左手磅针 左手磅针上的 退掉 这样呢 我们就 织了一行的 正针 每织完一行呢 我们就把这个磅针呢 这样 反一下 我们开始织 第二行 第二行呢 我们就要 加针了 现在呢 我们 这个磅针上呢 是有 六个线圈 我们要 首尾 加一针 让它变成 八针 首先呢 我们还是 用 正针呢 来织 现在呢 我们织的是 哪个部分呢 这个小鞋子 它 鞋底的部分 那这个鞋底呢 我们呢 全部织成 正针 第一针呢 我们正常的 织一针 正针 还是刚才 织正针的方法 绕了一下线 挑出来 左手磅针上的 线圈 退掉 织完之后呢 现在我们要 加一次针 大家看 加针的方法 自己 右手的 食指 食指 从下面 调起 这个线 然后 绕一下 形成 一个小圈 把这个小圈呢 套在 右手的 磅针上面 不要 拉得太紧 这样 我们就直接 加了一针 继续 继续 织 正针 继续 正针 左手磅针上的 退掉 插入进去 绕一下 挑出来 左手磅针上的 退掉 那新手朋友呢 就像我这样 慢慢的 来织 插入进去 绕一下线 挑出来 左手磅针上的 退掉 好 当自己 左手磅针上 还剩 一个线圈的时候 也就是 还剩 一针的时候 我们 再 加一针 加针的方法 跟刚才一样 右手的 食指 这样 从下 挑起 这根线 让它形成 一个小圈 从下 挑起 形成 一个小圈 然后 套在 自己 右手的磅针上 不要 拉得太紧 好 继续 最后一针 插入进去 绕一下线 然后 拉出来 左手磅针上 退掉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把 六针 加为了 八针 新手朋友 在织完之后呢 一定要 数一下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针 现在我们把这个磅针呢 再 反一下 反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织一行 正针 在织之前呢 我们先想一下 我们织了几行了 七针的那一行呢 不算行数 我们第一行呢 是织了一行的 织了一行 六针的 那第二行呢 加了一次针 也就是 我们现在要织的呢 是第三行 那大家呢 这样 为了方便我们 记住行数 我们就 每织 三行 或者两行 那现在呢 我们是织了两行了 我们就 织完这个 两行之后呢 就 做一个 小标记 做一个记号 因为这个绒绒线呢 你们看不出来 自己织了几行了 那 现在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 我们从 第三行开始 就一直 不加不减的 往上面 织 每一行呢 都是织 八针 半岁以内的宝宝呢 我们织到 第 十六行 结束 开始进行 收针 那 半岁以上的宝宝呢 我们织到 第 十八行 大家织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自己 拿个笔记一下 行数 也可以像我这样 用记号扣 做 标记 我们现在呢 再来 织 一行 给大家 演示 一行 全部 织 正针 插入 进去 绕一下 线 挑 出来 左手 棒针上 退掉 插入 进去 绕一下 线 挑 出来 左手 棒针上 退掉 一定要 慢慢来 织 插入 进去 绕 一下 线 挑 出来 左手 棒针上 退掉 插进去 绕线 线圈 挑出来 左手 棒针 退掉 插入 进去 绕线 线圈 挑出来 左手 棒针 退掉 插入 进去 绕一下 线 线圈 挑出来 左手 棒针 退掉 插入 进去 绕一下 线 线圈 挑出来 退掉 插入 插入 进去 绕一下 线 线圈 挑出来 退掉 这样呢 我们又 织了一行 正针 新手 朋友呢 在 织了 几行 之后呢 我建议 大家呢 就要 回过头来 我们 数一下 看 看 是不是 自己呢 是 八针 因为 有可能呢 就会出现 肉针的情况 也可以 及时 补救 好 那大家呢 就是按照 这种方法 你看 我们 每织完 一行 之后 我们呢 在织 第二行 的时候呢 把这个 棒针呢 都这样 反一下 按照 同样的 方法 开始 往上面 织 我们 现在呢 是 织了 三行了 半岁 以内 十六行 半岁 以上 十八行 我们呢 就是 一直 织 正针 把自己 所需要的 行数呢 织完 我呢 是织了 十六行 这个呢 是适合 半岁以内 宝宝穿的 大家知道 自己 所需要的 行数之后呢 现在呢 我们来 进行 收针 也就是说 接下来 在这一行呢 我们要把 这八针 变为 六针 我们 要在 要把 前两针 和 后两针 并为 一针 中间 这四针呢 不加 不减的 值 现在呢 我来给大家 做 演示 我们来看 正常的 支棒针呢 正常的支 正针 我们是从 这一个线圈里面 这样 插针 进去的 那现在呢 我们要 并针 我们同时 穿过 前 两个线圈 一个 两个 我们用这个棒针呢 一次性 穿过 这两个线圈 大家看这面 一次性的 穿过 这两个线圈 然后 还是支 正针的方法 绕一下线 把这个 线圈呢 绕一下线 把这个线圈呢 挑出来 稍微拉一下 棒针上的 左手棒针上的 这两个线圈呢 同时 退掉 这样 我们就把 两针 并为了一针 中间的 这四针 我们 不加 不减的 支 正针 大家注意了 我们在支 的时候呢 我们下针 你看 这是一个线圈 我们一定要是 从这个线圈里面 这样插进去 不是插 两个线圈之间 不要插错了 每次 每次 我们在 织完之后呢 我们都把 这个线圈呢 稍微上 调一下 就是把这个线圈 拉大 因为新手 特别容易 织得很紧 那我们 在下一圈 织的时候呢 就不好织了 在 自己 左手的 棒针上 只剩 两个 线圈的时候呢 我们再 并一次针 仍然是用 自己右手上的 棒针 我们一次性 穿过 这两个线圈 一次性 穿过 大家看 背面 这样 我们一次性 穿过 然后呢 绕一下线 调出来 刀掉 一次性 收掉 好 这样呢 八针 就收为了六针 我们 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然后 反过来 我们再 织一行 整针 不加不减的 织一行 整针 这个我们熟练了之后呢 织的是非常快的 每次织完之后呢 我们都稍微的 挑一下针 好 我们呢 又织了一行 织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开始 挑针 也就是 这个鞋底部分呢 我们织完了 我们现在要织的是这个 这个部分 就相当于这个小鞋子的 鞋帮部分 我们要把它 调在 这根棒针上面呢 它已经有六针了 那 前后对应 我们就在下面 这个小鞋片 长方形的小鞋片 我们在这个部分呢 调 六针 左右 两边 各调 十针 我们就这样来调 现在呢 大家来看一下 调针的方法 我们调的时候呢 这个绒绒线呢 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纹理 所以在调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的 自己呢 平均分配一下 我们最好在这个部分 做一个记号 我们拿出记号扣 在这个部分 就是 这边是要调 十针嘛 在这儿 做个记号 那我们就是 从这儿到这儿呢 是十针 从这个记号扣 到这个小线头这里呢 我们调六针 这边也是十针 好 现在大家看一下 调针 这个线呢 在这边 我们就 随便呢 就在靠近边边的地方 棒针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呢 这个线 从下 往上 绕一下 然后呢 再把这个线圈呢 调出来 我们再调一遍 因为这个绕绕线 我们很容易呢 会把别的线呢 也给调出来了 好 这样呢 调出来 我们就 调了一针了 继续 在它旁边的地方 我们这样调 两针了 每次调了之后呢 我们都把这个线圈呢 再拉一下 让它呢 再大一点 这样我们织着好织 好 接下来呢 就在它旁边的位置 把棒针 插进去 然后 这个线 绕一下 再把这个线呢 给调出来 这样 我们就 调了 三针了 我们呢 就是按照这种方法 从这里 到这里 我们在这个棒针上面 调 十针 这个十针 调完之后呢 我们来调 画一根棒针 来调 这上面的 六针 从这个记号扣 到 这个线头这里 那这个记号扣呢 我们就可以 取下来了 我们在调的时候呢 大家也要注意 大家也要注意 这个线头